炎炎夏日在大家都躲在空调房避暑的日子里 一部让你浑身躁热讲述消防员故事的电影《烈火英雄》 在戒军节8月1日上映 首先想说的是 感谢有这么一个电影团队 却愿意尝试拍一部消防员题材的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 让大家理解了这群离我们很近 却又很远的英雄 这部电影取材于716大连输油管爆炸事故 根据作家鲍尔吉远野的长篇报告文学 最深的水是泪水改编而成 讲述的是沿海油管区发生重大火灾 消防队伍上下级团结一致 誓死抵抗 以生命维护国家及人民财产安全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里的主要场景是几个巨大的油管 这些油管高22米 直径80米 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 光是这个原油管在火灾现场就有59座 更何况它的周围还被各种高危化学物包围 一旦它们被引爆 百里之内将无人烟 说它有原子弹威力一点也不夸张 当时那海陆空全方位作战 两千名消防官兵参与救火 最后平民临伤亡 消防员又伤亡 他们扑灭了大火 挽救了大连 成为了消防史上的奇迹 就这么一部靠题材都能打动人的电影 要把它极大的还原出来 去给观众带来最直观的感受 主创团队必须下很大的苦功夫 不仅仅是幕后场景的布置 还有那群尽职的演员和拍摄团队 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 演员们不能用替身 不能用特效 所有演员还必须去消防中心 进行一百天特训 熟悉那些消防基础工作 当面对突然起来的大火 摄影师和演员一样离火很近 虽然很害怕 也很危险 但他们也都知道 这还不及那些真正消防员们 面对的十分之一 这样一想的话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拍好每一场戏 更多的试替消防员这个职业发声 因为电影也上映了一段时间 根据网友的评论 如果拿它作为一部商业性灾难动作片 它的品质可能就比较一般 影片中也有不少地方 情绪完全凌驾于客观实际之上 所以导致很多网友质疑 影片太过煽情 但仔细一想 这也是网友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的 若是对于那些轻身经历 或从事消防行业的人员而言 这句话又不好这样说了 因为导演陈国辉也曾考虑过这一点 担心烈火英雄太过煽情 可当他采访了那些消防员 将他们的故事写进剧本里的时候 他自己的泪止不住流 真实势力打消了他的顾虑 实际情况中 当他们面对那么大的火 背负那么重要的责任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做出超出常人的举动 所以他们是英雄 我们只是真实地还原了他们的故事 所以说这部电影 单凭它的主题和利益就值得被尊敬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